大家好,我是迷逸教官 今天介绍腿部肌肉的训练 在均衡发展的原则之下 今天介绍四个动作 一个是腿部前面的,一个是腿部后面的 一个是腿部里面的,还有一个是小腿的部分 第一台我们介绍的是腿部关于前面的机器的训练 我们选择坐姿的腿部伸展 那我们要先调整适当的前后距离 调到前后距离,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的膝盖跟关节点大概在同个位置 那我先坐上来 在操作的时候要把体线先建立起来 我的骨盆的位置,骨盆要正视重位置,把它调整好 不要前行的,不要往后跑 把它调到视重位置 体线拉直往上 握把握好 肩带稳定好 保持肌肉的张力 然后调到适当的重量 慢慢的往上收缩 到最底的时候保持你的肌肉张力 然后慢慢的回放 过程中一样大概是两秒 回放的时候保持肌肉一直在处理的紧绷状态 然后再重复操作 然后回来再吸气 保持自然的呼吸 吸气 然后回来吸气 说到你设定的次数跟重量即可 那常见的动作呢 有哪一些呢 我现在做一些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呢 他的身体的体线没有建立好 比如说像这样 好像是有点比较多人会这样做的 体线没有建立好 那他就开始操作了 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动作 然后第二个呢 那速度没有控制好 训练的品质不是很好 比如说像这样 这样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好 好像也没什么训练效果 我们要做一定要慢慢的收缩 慢慢的回放 OK 还有呢就是 第三个错误的动作 可能会出现的是 他的上背啊 有点圆肩駝背 好像这样 方式去做推的动作 好像也不是很好 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要把体线一样收紧 贴满 然后再去做操作 OK 大概像这样 那第二台我们介绍 腿部后车的肌肉群 那我们选择了 坐姿的腿部弯曲的机器 他针对我们腿部后车的肌肉 一样我们适当的位置要先调整好 OK 那现在我已经调整好 现在我们就坐上来 好 那坐上来的时候呢 调到适当的重量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大腿固定起来 好 那一样 像刚才讲的 我们要把身体打直 屁股塞满 过程当中 身体要保持直立的位置 操作的时候呢 先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的往下收缩 到底时候保持你肌肉的出力的感觉 记得出力的感觉 再慢慢的回放 慢慢的回放 到底的时候出力的感觉必须要还在 然后再操作第二下 然后回来吸气 然后堵气 慢慢回来 所以呢 过程中注意你身体的直立的位置 一定要确定他必须要非常直立 屁股也必须要塞满 不要离开 好 那常见的错误动作呢 第一个呢 你的屁股已经离开已电了 比如说像这样 屁股离开了 然后再去操作这个动作 这样是不好的 OK 好 那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呢 上背啊 弯腰驼背 比如像这样 身体没有接近起来 变成弯腰驼背这样去做 这样也是不好的 OK 好 那第三个常见就是 速度太快 肌肉的感觉不是很好 所以呢 它可能变成速度比较快 像在甩它的感觉 OK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屁股坐满 身体拉直 注意肌肉的感觉 然后再慢慢的收缩 再慢慢的回放 像这样做 那效果就很好 那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介绍大腿的内側的 就是说大腿的内收肌群 OK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要先把我们的位置啊 调到适当的宽度 那我们大腿啊 内側可以收缩的位置 自己的柔软度啊 每个人不太一样 你要等到你适合你的 一个往外的柔软度出来 像我的柔软度 大概可以就这么开 那我就调到这么开 OK 然后做的时候一样 把体线啊 身体啊 直立啊 拉直 屁股塞满 保持一直线 OK 那適当的重量之后呢 一样吸跑器 然后足球 慢慢的收缩 记得收缩 要走到底 再慢慢的回放 到外侧的时候 尽量不要碰撞到杠片 保持一点点距离 然后再收缩 到底 再慢慢的回放 放到底的时候 再收缩 反复的操作到你设定的次数跟重量 好 那常见的错误动作呢 像下背啊 一样 没有贴 它跑掉了 屁股没有塞满 然后又弯腰駝背了 像这样子做啊 其实 像这样子做 其实都是不好的啊 所以我们要调整到 回到身体是直的 直的 然后靠好靠满 然后再去慢慢的收缩 像这样 过程中呼吸自然就可以了 第四台我们介绍的是小腿的训练 那讲到小腿训练 可能有些人会害怕训练小腿 那我会建议啊 身体所有的肌肉都应该被训练 那如果你担心的话 你可以把训练量稍微减少 但是你也是必须要训练它 它有一定的功能 那我们今天用这台机器来做小腿的训练 OK 那我们一样 我们上去的时候 要取到适当的两脚的宽度 那我们支撑的面积啊 大概在前脚掌的部分 OK 那我们上去的时候 做支撑的时候呢 踩到前脚的部分 然后手握住支撑的握拔 保持身体的张力 把身体要拉直 骨盆回正拉直之後 再慢慢的背起动量 然后用小腿的力量慢慢的往上推起来 推到最高点 再慢慢的回放 放到你可以接受的最低点 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推起来 注意你小腿收缩的感觉 用小腿去做出力 再慢慢的回放到底 感觉它有张力 再往上推 过程中 保持自然的呼吸 身体一定要直立 OK 那如果在家里呢 没有机器的话 怎么训练呢 其实你要找 只要有高度的位置啊 你把它站上去的时候 像阶梯 阶梯站上去就可以做了 站上去的时候 让身体能够把它 踮起来 然后再慢慢放下去 再踮起来 再慢慢上去 这样都可以训练 尤其是在家里有阶梯啊 你就可以训练 看是一只脚或两只脚都可以 好 那训练的动作呢 有很多种 所以训练呢 有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